我们认识两年多 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满意 但是他所提的要求 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挺好的 是他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我觉得我要求的那些根本就没什么 他父母现在要求我买房子 我经济压力已经挺大了 他不工作 还不体谅我 他还干扰我的工作 作为他的女朋友 有些事我必须得管 我总不能看着他去外面 和别的女人一起哈哈吧 大不正经 我感觉我们没有这一期的必要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4岁 来自陕西九八厅里 女嘉宾小李24岁 来自河北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好好 怎么认识的呀 那么远 你陕西 河北 我来唐山时间比较长 然后来唐山那边六年多 然后我们俩是在2013年下半年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聊了有大概半年时间吧 感觉就他这儿吧 挺关心我的 我对他挺有好感的 然后我都追他就在一起了 今天为什么来呀 他想跟我分手 你不愿意 所以就来了 为什么跟人分手啊 多好多姑娘 就是我感觉吧 我跟他在一块两年多了 我想尽一切办法吧 我想做到他满意 但是我感觉我做啥他都不满意 是吗 他看不起我 这不前两天 他就不去相亲 你记了吗 他相亲的 对呀 我说去吧 那我也不管了 这样拉倒吧 分手吧 你是相亲了吗 对 还对 那您就走吧 那不是也是他逼的吗 是他说的 像我这样的 找不着条件好的男的 那我就是让他看看 我能不能找到条件好的男的 找到了吗 我不就是为了激励他一下吗 激励 他靠这个激励 被激励了 那当初不是因为我生气吗 我说那气话 我让你去的 那当初你说什么了 你说我配不上你啊 相亲对他们家怎么怎么好 我啥都不如人家 那你让哪个男天的受了啊 是是是 我问问啊 这个资料上面说 这个小李是无业 对 24岁这么年轻 干嘛不工作了呢 是因为我一开始 然后我说上一道工作 然后不是特别开心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 我跟他特别爱 然后他说就是我不工作的话 也没有关系 他可以养我怎么着的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个 他对我挺好的 他一个从外地来的 也不容易 然后也能吃苦 我觉得他能照顾我 当初不是因为 咱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啥经济压力也没有 我挣那么多钱 咱俩花也够 就是说一个月说多了从下 咱们也都够花了 那不前段时间 你不是说家里人要买房 结婚买房吗 那咱们俩这么着 也买不了房子 那现在结婚谁 谁家结婚不买房呀 那你说咱们不买房 怎么结婚呢 买房 但是咱花钱能 别大手打脚行吗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 一个双十一花了我三千块钱 我半个月工作都这样干没了 那双十一什么概念 五折 我不得把一年的都买出来吗 买出来了吗 买出来了 三千块钱用一年 对呀 就给这事值 我花的也不大呀 而且人家都是上商场买 我跟他谈恋爱之后 然后我也不上商场买 我就那个 简短低掏货便宜货 他还觉得我花的多 咱俩现在什么状况 你不明白呀 然后一说买房 现在结婚都买房 我开始说 我说咱们全款买 然后他跟我说条件不好 全款买不了 那我就说 那个你贷款我也忍了 那你贷款买 然后还要我跟他一起还 那就工作呗 还呗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俩结婚了之后 就我专职代价也挺好的 那你没工作有多久了 有一年多了 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 两年多 基本谈了一年多恋爱 你就不工作了 是这样吧 对 我听明白了 小伙子 他经济压力很大 是吧 你是希望他出去工作吗 不是说 所有的压力 我都想压在他头上 然后我都想说 两个人 现在奔着结婚去买房子 你替我疯担一点也行 那可是我觉得 他家就他一个孩子 父母能帮的 就帮帮咱们呗 对吧 咱们现在不是想结婚吗 人家结婚 都是那个家里给买房子吗 到我这结婚了 我就得跟他一起还贷款呀 主持人你不知道 他非得都说 让我去跟我父母 要那点养老钱 然后去买这房子 你说我一个当个儿子 你说我能跟老人 去要这个养老钱吗 那现在谁家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你不工作也行 你给他待着也行 你老实实实 你说他还耽误我工作 他怎么会耽误你工作呢 我不是在酒吧上班 我经常会在酒吧里边跟客户 不管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 会聊聊天喝个酒 然后有一回他都非得去 他非得跟着我去 我说那去吧 然后我们在那聊天的时候 玩的时候 就陪客户的时候 他过来撒我一声酒 你说你因为这个 那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你让客户怎么想啊 因为这事我丢于客户你知道吗 那是个大户你知道吗 那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说跟别人那个说出去工作 然后跟别人又别的女孩 然后又喝酒又玩的 然后人家还给他发短信 大半夜他给他发短信 说那个亲爱的你干什么呢 哎怎么没有人说 男的大半夜给我发短信呢 那你不知道我这工作性质啊 我不都是干这行的吗 我不给那些爷爷奶奶哄好了 我拿啥挣钱呢 那我之前不也跟你说过 说我不想让你做这个工作 希望你换一个工作吗 是我可以换一个 我干这一行已经一年多了 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关系 你就是我再换一个别的班 我能挣钱的这么多吗 那挣钱了 怎么现在我花了点钱 然后你就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呢 那当初我跟你吃苦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当初咱俩没钱 然后天天回家一起走回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现在你有钱了 有钱了之后 然后我花点钱 然后你还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是挣钱越多 你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 那我真担心以后都说 什么节日 每个节日你淘宝都会有那个 什么优惠什么的 你都这么花 那我收了吗 那咱们这日子还过吗 别过了就行了吧 我也不是就自己花 我不也给你花了吗 是啊 别说这话了 你知道她花三千多 然后说给我买了 你知道给我买的什么吗 就给我买一瓶洗发水 你不是说挺好的吗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都买回来 我不用我愣了吗 这姑娘平常花钱大手大脚吗 平常还好吧 反正那时候刚才搞得香的时候 她要什么我都给她买什么 我这块都说结局点 苦点都什么的 给她买 你父母满意她吗 我父母觉得就是她是外地的 然后就是一开始不同意我俩 现在呢 然后现在说就是觉得 只要是她能在唐山买房 然后就能同意我俩结婚 你父母见过她吗 见过 什么意见和态度 我父母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俩现在还小 还年轻 多奉斗两年 就是说再攒点钱 然后他们在帮帮我 然后把这房子买了 把这轰结了 他们是这个意思 在奋斗两年 对 因为你要说照我们现在 就是说她能去上班的话 就她一个月也不多挣 就挣两千块钱 跟我俩 平均都是说生活费了 我挣的钱 我挣可能比她多呀 就会攒下来 两年肯定能付一个首付啊 姑娘这你从不考虑 可是那个一开始都是她说的呀 她说就是说我在家待着也没有关系 说那个她能养我 我一开始觉得就是说虽然说她是外地的 就是在家待着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家务都谁干呢 我家的东西反正她都没碰过的 那你在家里干嘛呢 就是和朋友出去玩啊 玩什么呢 就是吃个饭 然后玩啊 逛逛街 吃是吧 那些朋友也不工作 有工作 有工作 可是一开始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她虽然是外地的 但是就是说 她来唐山也挣长时间了 然后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她能吃苦 因为我们家一开始不同意我和她谈恋爱 但是我觉得她能吃苦以后肯定能对我好 听明白了 所以你不愿意分是吧 对 这个相亲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气化她去相的 还是其实她家里人也让她去相亲了 她家里人反正都是我是外地的 然后在床上还买房子呢 就本来就不同于我俩处的相 这不前段时间我俩吵架了 本来她也不乐意去吧 她说我俩不吵架了吗 就因为这房子的事 她跟我吵 然后她说要去 我来去吧 来这么着就行了吧 话敢话 姑娘没房子嫁不嫁人 我们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你啊 别着急分手 慢慢攒钱买房 关键是他们家里着急了 不是我着急了 听明白了 就是姑娘现在就希望说 我什么都不干 你能把我给供起来 但是我对她也挺好的呀 你怎么对她好 她去上班 然后我也跟她说想她换工作 因为她那个天天上班的话 然后也在喝酒啊什么的嘛 你还怕她累 所以你给她指的到就是换工作 是吧 对啊 这是你还怎么对她好了 平时也挺关心她的 都怎么关心呢 举一个关心的例子 我就纳了闷了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好了两年多 你们给分析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小伙子 这个人家嫌你是外地的 也就算了 你自己也一口一个 我是外地的吗 我是外地的 外地人怎么了 外地的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吗 你还不错 知道不用父母的养老钱 给自己买个婚房 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呢 为了逼着老人 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钱 都拿给自己买房子 用跳楼威胁父母 父母最后说 你别威胁我了 我这房子给你 我跳下去吧 所以这点上看 那小伙子还不错 记住 本说唐山外地的 就是北京外地的 纽约外地的 也用不着 看不起自己 外地的没什么不好 然后姑娘回家 也告诉你家里人 外地的不是什么坏事 我是河北人 怎么就外地来个小伙子 就跟咱们当地的 有什么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 我没有说看不起他啊 我要看不起他 我要看不起他 我也不能和他一起 好两年多啊 第一个问题 你回答我啊 第二个问题 谁告诉你 必须得买房子 才能结婚啊 那现在结婚 不都是买房子吗 谁说的 川哥你结婚的时候 你父母给你买房子了吗 没有 你先买个房子吗 没有 杨士高 我现在也没房子 我告诉你 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 我团里一个宿舍 只有十平米 厕所要下四楼 才有公共厕所 谁告诉你 谁说的些 都得有房子 才能结婚啊 爱情跟房子有关系吗 婚姻跟房子有关系吗 可是我觉得 他如果说 他真的那个 他们家真的想 让我跟他结婚 然后他喜欢我的话 你要嫁的是他 还是他们家 你嫁的是他 为什么让他父母 帮你买房子呢 要嫁给他的是你 还是你们家 你为什么要看你父母的意思 愿不愿意嫁给他 父母喜不喜欢他 父母提出什么条件 你才能嫁人呢 你说过半天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吗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人生 未来是什么吗 他觉得你在家挺好的 他曾经答应过你 你不用上班 你在家挺好的 你就觉得在家挺好的 你自己有没有规划过你的未来 你将来有没有想过 做别人的母亲 你连班都不上 就算你说我在家专门生孩子了 我就上了一年班 认识了孩子他爹 我就连班都不用上了 在家养着 将来孩子怎么能看得起你 他说跟你赌气 你就去相亲 你还都去相了三回亲了 你还说人家说要分手 你还不干 你有没有想好 自己应该干什么 不应该干什么 可是我觉得我俩在一起 都两年多了 那我也跟他一起 在一起十年多 还有离婚的呢 两年多算什么 站在你面前的小伙 其实还真不错 很实在 超哥刚才说过 三千块钱不多 但是他觉得还是有点心疼 这说明人家很会过日子 勤俭持家 这都是优点 对 那我跟他吃那么长时间苦 然后我现在花三千块钱 你吃什么苦 你吃过什么苦 那他一开始就是 条件不好的时候 我也没有嫌弃过他呀 你还吃过什么苦 你饿肚子了吗 你今天二十几岁了 二十四 你如果现在这样思想的话 未来等着你吃苦的时候 还多了 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工作 将来一定会吃苦的 你以前根本没有吃过苦 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你早晚是有一天知道 什么叫吃苦 你如果不做真心的改变 起码应该自己去找个工作 你二十四岁在家里 又能干 肯定也受过教育 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份工作干着呢 必须要先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去做 无所事事一定会出问题的 我觉得你既然是你提出来要来的 人家说要分手 你今天真的应该好好反思 好好表现 不然我觉得你成功不了 你还别看这个外地的 普实的 需要夜里去上班的这个小伙子 他要是真走了 你恐怕还找不着这么好的 刚才听姑娘和小伙子介绍半天 我没听到爱情 房子 双十一花了多少钱 其实我想说 真正的爱情跟物质关系不太大 还有一个 我还听到了一个词叫外地人 哥们 二十年前 我和郭静宇分别来到了北京 我们俩都是外地人 只要你努力 不仅在事业上可以成功 一定有女人陪你到老 我们哥俩都做到了 可以给你当榜样 你是不是自己特瞧不起自己 其实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很重要 能够跟你苦尽甘来 如果找一个只知道靠你供养的 这样的女人 你一辈子没个头 虽然是外地人 但外地人和本地人 头顶着是同一片蓝天 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更多的外地人 铸就了这个城市 更多的一些责任和付出 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 外地人找个本地人 没什么觉得很牛的 找个同样是外地人的 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 关键是 自理根生 风衣足食 这是最大的自尊 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一个外地人 给某些本地人 做了挺好的榜样吗 去找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 好吧 全中国的人 你要真是查一查 咱们都查祖籍的话 不知道郭老师和杨老师 你们祖籍是哪 应该祖籍不是成德 肯定不是 不是吗 肯定不是 都是在往上导几代 谁不是外地人 都是在流动 对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现在地球都变成一村了 什么本地外地的 这么年轻 怎么有这个 我第一段想说这个 第二段想说 没房子也能结婚 爱到了就行了 第三个还是针对你说 做全职太太 应该是一个职业 她很难做 特别难做 相夫教子这件事情不容易 全职太太还要照顾 这个一大家族的人 也不容易 教孩子这点事也不容易 千万不能做寄生虫 这么年轻 好日子多呢 想留住她吗 想 想就很简单吗 分斗 两个人共同分斗 为你们一同的生活 一起分斗 那才叫日子 要不然成什么了 好好想想啊 珍惜吧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跟她共同去营造 属于你们自己 共同的生活 好吗 行吗 来吧 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你之前对我也挺好的 然后我也不想跟你分手 我觉得就是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然后我也改变了挺多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 因为 因为就是我妈说就是结婚的话就必须得买房子 所以说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也能理解理解我 其实吧 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咱们俩在一块两年多了 我 你对我的关心 对我的爱 我也能感受到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任性了 能找个班上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个我就看的就是有点看不懂 你知道吗 怎么会有就是这么年轻啊 咱们现在那么多年轻的孩子 会有很多那个成就的迂腐的落后的那个价值观和人生观 电视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女性观众看了之后 千万别那么说 说 人电视上不是演的那个吗 我们这是批判的 下载节目 使用天天天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卡 特别好奇 这小子能不能坚持得住 我估计够强了 那就还是那句老话吧 金花配银花 西葫芦配南瓜 总有看对眼的时候 这不就是爱情吗 有点意思了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 来 公江 有什么话跟小伙子说吗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那我有什么错我改还不行吗 那为啥谁得走啊 改啊 嗯 咋改啊 就是 就是有什么错就改啊 有啥错呢 不是 我可能就是 你上一段工作干得不开心 然后 就是我在 找找找能干得开心 所以姑娘 这才不工作一年多 你看你现在这个思维都到什么程度 重新开始生活 好吗 嗯 如果爱他 咱们先从独立开始 独立了自然有人会喜欢 也许他还会回来 好吗 如果时间往前再推五分钟 让你重新说那六十秒的话 你还会提房子的事吗 不会了 啊 不会了 大点声 不会了 真的不会了 你觉得你能说服你的家人 也不提那个房子吗 我不知道 那是你自己的婚姻还是家人的婚姻呢 我自己的 那你能不能做自己的主呢 能 下台以后重新去找他 应该他还会接你电话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嗯 有些时候就是需要 需要经历这种挫折 嗯 教训可能才能长大 毕竟你还是个孩子 姑娘 加油 人生很美好 一年多就算 糊涂了一下 从今天开始 咱们重新开始 好吗 嗯 加油啊 嗯 赶紧去找他去吧 跟他说去吧 谢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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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